自焚而死后 唐末帝李从柯皇后刘氏 刘氏从小泼辣无比 能言快语 姐妹兄弟无不让他三分 他虽然脾气很大 但长相却非常迷人 右带有几分狡猾 显露出一种野性的风韵 后唐同光三年 924年 庄宗命和冬节度时李四元率兵到北边防御 契丹军队的进犯李四元的义子李从柯 被征调随行 任突起都指挥使 李四元李从柯兵驻太原以北边地 与边将刘茂成联合防守 此时 李从柯娶了刘茂成的女儿刘氏 两年后 李从柯因军功被提升为 河中节度使 刘氏亦被禁封为夫人 后唐天成元年926年 李四元在魏博 京河北大明发动兵变 进攻洛阳 夺取了后唐政权 及皇帝位称后唐民宗 民宗封李从柯为陆王 处为凤翔 京陕西凤翔 节度使 刘氏亦被封为佩国夫人 刘氏自从嫁给李从柯后 一面随丈夫四处征战 帮助料理内政 一面凭着他的聪明才智 为丈夫出谋献策 但他肃性强悍泼达 他要李从柯臣服于他 不准李从柯多纳妻妾 动不动明就护天枪帝大闹一场 完全是泼妇的所为 因此李从柯对他十分畏惧 诸事都有着流失 后唐清太元年934年 民宗病死 妻子李从后即为为民帝 李从柯效法义父 在凤翔发动兵变 率军攻取洛阳 从李从后手里夺取了地位 被称作后堂末地 为了巩固皇位 刘氏赶紧劝说李四元 正是曹太后出面 帮李从柯稳定军心 曹太后见识已至此 只得向朝廷将相臣僚们 下诏宣布皇长子陆王 从柯及皇帝位 有了太后的承认 李从柯暂时稳住了宝座 百官三次上表请立中宫 李从柯岁礼刘氏为皇后 刘皇后的弟弟刘延浩 从小跟随李从柯征战 在军中为衙将 李从柯及地位后 升为公院使兼宣徽南院使 后唐清太二年 935年 因刘氏一再请求 再升为疏密使 兼领天雄军节度使 刘延浩本来宽厚谨慎 但位列将相后 一改前节 与姐姐刘氏一起横针暴脸 四处索取贿赂 公开抢占民宅 派人往各地聚恋民财 召集大批的歌同舞女 过着歌舞艳乐 酒衣肉迷 淫荡不堪的生活 弄得民怨沸腾 遇到有人弹劾刘延浩 都被刘氏一一挡回去 后来 他又客扣军饷 到魏州军中公开索会 结果遭到将领张令昭的驱逐 连夜奔逃到向州 金河北陵张 消息传至朝廷 刘氏诬告张令昭谋反 要皇上惩处张令昭 李从柯不怪罪刘延浩的 所作所为 反而派大军讨伐张令昭 将其全家抄斩 同时将魏州诸军 三千余人全部处死 就在此时 河东节度使时劲 距在太原发动兵变 自立为王 并借助契丹军队 浩浩荡荡开进了洛阳 李从柯派兵抵抗 军士根本不听指挥 他在走投无路之下 与刘皇后 曹太后及皇族老少 携传国玉玺登上玄武楼 自焚而死 以后